各位投資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點時澄清 我是運達投顧陳時輝 今天7月23號禮拜二 今天台股整個大反彈 目前反彈了500點 絕大部分的股票也都反彈 那當然在昨天大跌的時候 我們告訴過大家 基本上在這裡 它會有一個支撐 那今天反彈上來了 當然這個支撐 我們就能夠更確定 那整個目前的加權指數 當然今天上漲上去 那我們也在這裡提醒大家 基本上如果大家要進場的話 還是要有一些原則性 什麼原則 早上我在Lite就告訴大家 今日早盤絕大部分股票都是上漲的 空手者若要進場強短 其實你早盤不需著急 中場過後再來檢視 為什麼這種反彈的盤 還是會有很多股票流上引線的 這個就是節目一開始要先提醒大家的 今天盤一漲上來了 大家又很興奮了 這兩天整個融資大減了八十幾億 昨天減了五十幾億 上個禮拜五減了三十幾億 但今天大家一看盤漲上來了 你一旦興奮過頭了 一早就去追 很多股票你就有可能就斷套了 那當然在這裡可不可以選擇股票 可以 但是大家要記得 基本上很多股票 你還是不宜用追高的方式 比如說8374的羅生 今天早上漲停盤嘛 對不對 突然一下子打下來打到平盤 像這種你如果要進場 你都可以稍等一下 不需要急著就進去追 很多 索羅門都一樣 早上先漲 你早上如果一買 一看這個盤很強 一買 現在就短套了 雖然它未必不會漲 但是你看你一買就短套了 3450聯軍都一樣 類似 成命電也都是一樣 也就是說今天當然整個大盤 大漲了500點 很多股票 絕大部分的股票 都做反彈 接下來才是重點 接下來究竟哪一些股票 其實你要趁著整個盤 開始做反彈的時候你要趁機進場 但有些股票其實它反彈了之後 有可能還會再往下 這個是大家要小心的 當然我們在這裡也有提供大家兩個 很簡單的方法 第一個 你要選股的方向 第一個 上半年業績不錯 尤其第二季業績如果比第一季 更好的股票 那更好 另外第二個 股價目前一樣在季線之上 但因為最近大盤的回檔 它也跟著回測季線的股票 這兩個是你可以選擇的方向 好 那整個大盤 當然我們剛剛講過 整個大盤在這裡會有一個支撐 那昨天因為一些政治上的因素 大家會過度的殺低了 今天做強力反彈了 但是大家一樣要留意 真的漲高了 基本上它很有機會還會再做回測 所以一樣在這裡可以建立大家 可以逢低減便宜 但是不宜過度的追高 那基本上你了解了這些之後 有什麼股票可以進場 剛剛我們講過 第二季的業績如果比第一季更好 這個股票你就可以多觀察 多留意 或是說整個這個股票還在季線之上 但是它跟著大盤回測季線 這個時候其實季線基本上會有成的 甚至它會出現好的買點 那最近我們也都告訴大家一些 值得大家留意的股票 我在Lightlight昨天就有告訴大家 最近6841長假智能有回檔了 雷虎也是可以注意的 千富精密 打底周線打底打得很漂亮 亞翔6139這些都是可以注意的 那當然會注意這些股票 都是有它背後的道理 原則上都是符合剛剛我講的 這兩個現象 那大家如果想要了解 多了解這些 那大家可以掃描螢幕下方的QR Code 加入我的Light群組 我每一天都會在Light上面 發表我的看法 大家可以多多參考 絕對對你有幫助 好 那接下來 有在追蹤我節目的 或是看我Light的都知道 我最近有在提醒大家 軍工股有機會嘛 對不對 像千富精密 今天又大漲了嘛 對不對 我之前就告訴過大家嘛 那整個千富精密 大家看 這是它的周線圖 它在這裡 一個相當漂亮的W 整個周線是十個月的大底 然後最近開始出現攻擊量 而且股價整個已經站上這個 下降的趨勢線 這個就是你可以多留意的股票 那當然除了千富精密之外呢 當然我也一再地提醒大家 可以多留意無人機的股票嘛 是不是 這是德國無人機市場調查公司的報告 商用 商用及消費型無人機 在2030年市場規模 將達到546億美元 大概新台幣1.7兆元 而且大家注意 它只預期商用 它只預期商用及消費型 還沒有包括軍用 所以我們賴總統也在 今年的3月去參訪嘉義的 無人機地的時候 就一再地有提到過嘛 2030年 它預期我們台灣的產能 可以達到400億 這個預期一點都不為過 2030年其實全世界是1.7兆元 以我們台灣的製造實力 400億一點都不為過嘛 這些就是商機 好 那真正實現的商機呢 要實現的商機呢 國防部是不是有一個標案 70億左右的標案 那整個標案是要標6款的無人機嘛 雷虎呢 送出了5款的無人機 70億嘛 對不對 10月份 雷虎又要去參加 美國陸軍的年度會議及展覽會嘛 這個是在美國 也是算相當重要的軍事 武器的展覽會 爭取美國無人機 跟無人快艇的訂單 這個就是未來商機的展望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他的 現在整個的財務表現 雷虎的毛利率高達40%左右 那我常常提醒大家 如果整個國防部無人機的標案 70億 這四家公司 這四家公司 目前領選通過的四家公司 好 雷虎 基本上我們就 假設他只拿到10億 那10億對40% 毛利率的公司來講就4億 而4億對1加14億的公司來講 毛利率還是可以貢獻大概3元 3塊錢左右 這個就是我們為什麼 會提醒大家要注意這一檔股票 包括整個第二季業績有沒有 比第一季又大幅成長 這就是我剛剛在Lite 8上面告訴大家的 這種股票你就要多留意 為什麼 8月15號之前 第二季的季報都要公布 尤其在現在整個市場 在往回做技術性修正的同時 這些第二季的財報就會顯得相當重要 那我們在之前呢 雷虎在打底的時候就提醒大家了 對不對 上一次上個禮拜 雷虎往上攻 留一個長上隱線 我告訴大家這個很正常 為什麼 因為他突破季線 那當然會受季線的反壓 會再回來整理 為什麼 畢竟這裡還是有套牢賣壓嘛 但是整理換手後 他很大的機會會再攻 為什麼量都出來了嘛 他一定還會再挑戰季線嘛 是不是 一再的提醒大家嘛 對不對 上個禮拜五嘛 這個時候盤已經開始在跌了嘛 對不對 我還是告訴大家要多留意 為什麼 他很容易就站上這個下降趨勢線了嘛 今天 一上去就站上下降趨勢線 挑戰季線 而且除量 我們預估 他要站上這個季線 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這個就是我告訴大家的 你可以在這裡注意的股票 第二季的季報 第二季的業績 當然季報還沒出來 但是你從第二季的業績 現在大家都知道了嘛 就可以去了解到第二季的季報 究竟好不好 這個時候你再來決定 是不是要留意這檔股票 是不是我們要逢低進來撿便宜 這裡就是很好的一種選股的模式 那當然另外還有一種就是 如果說這檔股票是站上季線 然後他一樣做回檔的 那一樣是你很好的參考的標的 那接下來在下半階段 我也還會告訴大家 還有這種股票 而且目前它還在低檔 下半階段我就會告訴大家 這檔股票是什麼 好 我們先休息一會兒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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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達投顧 真心照顧 运達投顧 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 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 投顧公司之一 投顧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 智慧 經驗 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 最嚴格的標準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 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達投顧 真心照顧 零二二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好 歡迎回到現場 剛剛我們提過有一些股票 你還是可以值得注意 尤其是今年如果說上半年業績很好 而且它目前還兼具站在季線上 在季線附近做整理的話 這些其實是你未來可以好好佈局的股票 六一三九的雅翔 它基本上是積電工程跟無城市工程 都是晶圓雙雄的合作者 今年的營收在手訂單 續創新高高達一千多億 整個子公司 台灣融工 今年的營運開始獲利 所以對雅翔都還會有其他的貢獻 加上EPS其實第一季高達四塊一 而第二季呢 第二季還是成長很多 第二季跟第一季的業績差不多 基本上我們認為它不少於四塊一 去年是一塊二 第一季是一塊四二 去年第二季是兩塊多 我們認為今年的第二季還是會在四塊一左右 那時候在底部提醒大家嘛 對不對 做了兩次進場嘛 一次在6月13號221塊 一次在225塊 對不對 好 那一下子就漲了20%了 後來呢 它跌回來了 對不對 我還是提醒大家 峰迴要早買點 好 那最近整個6139雅翔呢 它就在這裡附近在做盤景 在這裡做整理 一旦出量上工 就會來挑戰這裡 甚至越過這裡 為什麼 因為它第二季的業績還是很好 它今年上半年的業績還是很好 那下半年的業績預估還是很好 因為它在手訂單1000多億 這個就是我們告訴大家的 基本上在這裡你可以多留意的股票 還是有很多 大盤下跌 尤其是最近跌了2000多點 還是會有一些股票會 好的股票會被挫殺 包括這一個禮拜開始要亞洲生技大會了 對不對 我們講過 AI醫療是我很看重的一個產業 尤其是醫護人員最近 其實全世界都在短缺 透過AI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另外它可以透過AI來做輔助診斷疾病 所以AI未來在醫療運用會非常非常的多 非常非常的大 那一陽這張股票我們一直有提醒大家 包括華人群先生演講的時候 背後的看板上面也有他 對不對 當初我們在168塊錢的時候進場 抵擋嘛 漲了20% 整理還是提醒你 整理後會在空 為什麼這個產業看好 好現在漲了52%了 後來是不是做回檔 我們就是認為像這種這類型的股票 季線還在底下嘛 是不是6569 如果說它有回檔 當然它基本上沒什麼回檔 如果說它有回檔 其實這種股票都是你可以留意的股票 那當然包括AI醫療的話 包括另外一檔 我們也是在之前做進場嘛 88元的時候做進場嘛 在這裡嘛 幾乎是跟一陽同步的嘛 基本上我們國內AI醫療 比較大的公司就這兩家 好 那我也提醒過大家 它回檔了對不對 上個禮拜五就提醒大家它回檔了 留這個長項線都不用害怕 季線還在這裡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長項智能基本上 它跟國際的大廠 包括西門寺 包括東南亞的醫療大廠都有合作 然後它專利很多 醫療許可證也很多 這個對營收都會有很大的貢獻 加上它實際上是有在運作了 有跟中國醫藥大學已經在合作了 而且今年業績大幅度的成長 業績大幅度的成長有沒有 第一季是這樣有沒有 第二季比第一季多非常非常的多 這就是我告訴大家的 如果第二季的業績又比第一季更好 而整個上半年業績比去年更好 這種股票你都值得留意 而整個有沒有 在回檔的時候是不是提醒大家 我在盤中節目的時候就提醒大家 你看那時候在盤中列出來的線圖 你看後來當然它拉上去了 對不對 結果今天是不是跳上來了 這裡是不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這就是我告訴大家的 當然整個盤跌下來 好的股票壞的股票大體上都會往下跑 那這個時候其實有一些股票 你反而可以好好的注意 甚至好好的做布局 反而它回漲的速度會非常快 那當然我們剛剛也告訴過大家 有一檔股票它還在低檔 而我們認為它未來很有希望 為什麼 因為它是細光子CPU的概念股 整個細光子CPU概念股幾乎大家都漲 它還沒漲 而且它跟博通有密切合作 博通大家都知道 是CPU全世界很領先的公司 它做的是光收發模組 而股價有沒有 這是今天的線圖還在底部 在季線之上 它本來要漲了 因為大盤大跌2000多點 它也跟著做回檔修正 碰到季線附近對不對 這就是我剛剛提醒大家的 這種股票你絕對要留意 底部已經出量了 這一檔股票好好把握 尤其是你現在整個盤又大跌 然後今天又大漲 你無所適從的 那你該怎麼樣去選股票 你不懂的沒有關係 我來幫你找 我都會幫會員去找出 在盤勢底下很有機會的股票 有沒有 季線之上 本來要拉上去的回側季線 而且基本面上又很好 好 包括我們上個禮拜 也告訴過大家的台通 那台通我們之前做過一次了 在25塊進場 一下子就漲了24% 為什麼 因為我有告訴過大家 高速通訊需求很大 而且它今年的業績大幅成長 今年的業績大幅成長 好 那在漲了24%之後呢 是不是它也回檔了 這些都是你可以注意的股票 有沒有 當然今天整個盤面 今天整個盤面 大漲500多跌 很多股票都漲 但是在這裡我還是提醒大家 當然大跌的時候 每一檔股票幾乎都會跌 那整個反彈的過程當中 當然或多或少 每一檔股票都會漲 可是你要布局的是 未來還會持續往上漲的股票 甚至它不是反彈 像我剛剛告訴大家的這一檔股票 基本上它不是做反彈 而是要往上漲 這個大家要注意 有一些股票從上往下 那基本上它會做反彈 那反彈其實到整個壓力點 我們還是會建議還是要逢高間 但有一些股票其實它才剛從底部 整個要上來 這種股票反而是你可以在這裡 好好布局的股票 那這些我都會帶著會員 在適當的時機做進場 大家有看過嗎 基本上很多股票 包括8033的雷虎 對不對 我之前也都 也都是一定是在底部的時候告訴大家 基本上在這裡我的原則上 還是都是以有打底或是底部的股票 為我整個帶會員操作的標的 那像這種股票 像這種股票就是很好的標的 所以歡迎大家隨時節目過後一通電話 那跟著我們一起 明天開始我們就來找機會 來佈局這種股票 甚至有一些像雷虎一樣 已經打底好的股票 其實在這裡機會一樣很多 所以一加一專案歡迎大家 隨時打電話進來 在這裡也預祝大家操作順利 至少 很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